深夜,警察收到求救电话,他们根据信号来到报警地点,发现打电话的竟然是一堆死人骨头,白骨死状极其凄惨,这部手机就放在尸骨的旁边。 望着现场的照片,警察局长的内心毛骨悚然,他一眼辨认出了死者的身份,20年前,自己还是个骗警,一对姐弟被送到了福利院,警察见姐姐长得漂亮,便生了百姓。 当晚,他暴力侵犯了这个女孩,没够多久,女孩便死在了自己的房间,正当他陷入回忆的时候,后面突然传来了吵闹声,原来是中案组的小组长喝多了,酒鬼对着署长就是破口大骂。 署长当了20年领导,哪说得了这份侮辱,直接和下属硬高了起来,趁着混乱,柳成俊悄悄偷走了署长的手机,并把队长扶了出去。 下一秒,两人鬼鬼祟祟的出现在办公室,原来一切都是二人的自导自演。 白老板被刷后,柳成俊发现,对方竟跟署长有着密切联系,为了验证猜想,他偷来了领导的手机,发现果然有很多见不得人的通话记录。 然打开短信,找到了一条可疑视频,视频里记录了9号陪审员被杀人狂手刃的画面。 杀手说,一切都是9号的父亲,就由自取,负债子偿,天真地义,而女孩的父亲就是他们的上司,李延署长。 第二天,杰人成立了调查组,暗中调查自己的上司,女儿被杀,书长却没有把视频公罪于众,证明这个老灯绝对有问题。 他们再次捋顺了几个陪审员的身份,如今的首要任务,就是查清幸存的5人和当年的福利院到底有怎样的关系。 柳成俊来到6号的料理店,发现6号的亲哥哥20年前死在了福利院,他有着重大嫌疑。 4号神婆曾经见死不救,因此是被追杀的对象。 3号男孩也是孤儿出身,又年被美国人收养,最近才回国。 他自称在美国游泳的时候,脑瓜子进水了,记不得以前的事情,柳成俊直接就信了,因为他也一样,总想不起以前的事情。 中午,两个人到警局的门口,吃了顿汤饭,3号突然注意到了墙上的寻人启事,原来汤饭老板的儿子走丢了。 20年来,做母亲呢一直没有放弃寻找,望着门口的照片,3号的内心百感焦急, 因为他就是照片上的那个男孩,卖汤饭的大鸟,就是他的母亲。 另一面,一个之前的修女告诉8号,当年是他将郑云仔姐弟二人送进了福利院,可没过多久,便听说郑云仔死了。 两人来到云仔的墓地,柳成俊突然感觉大脑一阵疼痛,小时候他曾亲口听见有个哥哥叫自己云仔,随后他便从滑梯上摔了下去,失去了记忆。 当时的父母经常因为领养的问题吵架,这让他坚信自己就是郑云仔,是被遗弃收养的孩子。 如果郑云仔真的死了,那我又是谁呢? 经过多番打探,成俊终于找到了当年福利院的护工,他问对方是否认识这条项链。 护工说,项链是自己给郑云仔的,而柳成俊并不是郑云仔。 当年福利院逃跑的有五个孩子,N11叫加百丽,是他们的老大,N7是最近刚被杀的安吉尼,N24被车撞死,N12才中不受加,不治身亡,N13的年纪最小,他就是郑云仔。 听着护工的诉说,柳成俊瞬间明白,原来这位护工就是八号陪审员的母亲,看来八号也是郑云仔的报复对象。 果然深夜,杀人狂便悄悄摸进了八号的住处,八号转过身,终于看清了黑衣人的脸,黑色斗篷下面,真是成俊的哥哥,罢官,刘成俊。